大家午安 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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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唱的實在是沒有英文老師講評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音樂性比較重要 那可是呢 我們就是就單純的幾個音 特別是大家在傳唱的時候 那個尾音收的漂不漂亮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尾音就很重要 所以像有些同學啊 有十個番茄 那個唱也出現了很多次 可是那個tine 最後可以是tine 然後沒有了 tine 然後沒有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是每個班都有共同 有一些沒有尾音收起來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覺得你在聽的時候沒有聽到那些音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勾聽幾次聽新音 眼睛那些尾音 那些歌手們都是處理過的 所以像有1000 years 那個的 雖然他1000拉的長一 可是那個的 其實他有小聲的巧妙的跟ears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是大家要處理一個啦 那然後啊 所以這裡我們就另外講說 有哪一些那個特別的音流點出來的話 你就要再上英文課 那最後呢我覺得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剛剛 那個老師也提到的 你要理解那個歌詞的內容 所以我相信當初最開始我們想說 要辦那個英文歌唱比賽 其實是希望各位同學多一點管道去學習英文 你就了解那個歌詞的內容 才能把情感唱出來 所以今年有一些班級唱了抒情歌 那講好實話 有一個班級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經濟歌搭起來 就是我覺得他們有唱到那個情感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 歌唱除了大家一起唱的大聲之外 那個情感面的表達很重要 那情感面的表達也就是要靠你去理解 那個英文歌詞背後的含義 才有辦法讓他們發揮表達出來 謝謝大家